Hello 大家好,我是Air1 在我們剪片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間都會專注在畫面上 做很多的color grading 又或者是加一些圖案 或者不同的effects 目的都是希望可以製作出一條更好的片 但其實除了在畫面上下功夫 聲音的處理其實可能更加重要 一條片聲音的好軟化 但是還未吸引到觀眾 將你的影片由頭看到到尾的一個重要關鍵 通常如果說起要收到更美的聲音 大時就會想起要買一些更貴 或者更有質素的錄音設備 但其實在後製上我們可以用一些便宜的麥克風 例如Rode的VideoMicro 又或者是Wow Let's Go 無線麥克風 這些便宜的麥克風 所收錄的聲音做一些改造 令到它們更加豐滿 更加有質感 現在馬上戴上耳機 去Final Cup Pro 看看如何阻礙我們一些聲音改造 在Final Cup Pro打開了我們的檔案 首先我們要開一個音量度 就是按Cmd Shift 按 它們會出在右下角 然後我們可以試試播放一次 如果一個好的錄音 我們其實在-6至-20之間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Range 我們在-6至-20之間這個Range 通常收的雜音都會比較少 而人聲可以保持一些清晰度 而在我們後製的時候 我們一般會把我們的聲音 去到0至-6之間 下一步呢 我們就會加一個Compressor 給它 在Effect 這裡 帶一個Compressor 然後拉下去 Compressor的作用 主要是把一些比較細聲的位置拉高 令到整條聲音會比較平衡 和平衡一些 如果在這個位置 我們將它調低一點 你會看到 我們的閃電力 就會拉高了多一點 其實一般 我都是用Deford 即-20 就可以了 下一步 我們就會用一個Channel EQ 的Effect 在這裡 再拉下去 然後我們就要按這裡 打開這個版面 之後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把一些不好聽的聲音拉低 然後一些好聽的聲音拉高 那我們要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把這個位置拉高 然後Range弄小一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裡播放 我拍YouTube的時候的製作良情 希望幫助到你製作出屬於你自己的YouTube影片 我們下次跟大家分享了我拍攝YouTube的主要器材 這個位置很難聽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拉低它 我們要拉低的時候 其實只是拉低一點 這樣就不會破壞了我們的聲音 那我們繼續播吧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我拍攝YouTube的主要器材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YouTube的時候的製作流程 希望幫助到你製作出屬於你自己的YouTube影片 Hello 大家好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我拍攝YouTube的主要器材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YouTube的時候的製作流程 在大致調整完之後 下一步我就會加一些Bass給它 就是大概 100-500Hz的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拉高一點 主要我們在加Bass 或者調高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的Range要調大一點 而在高音這些位置 我們也要加一點點給它 令到清晰度高一點 現在我們就可以聽聽前後的分別 首先這個是沒有開任何效果的效果 Hello 大家好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我拍攝YouTube的主要器材 以及加了效果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我拍攝YouTube的主要器材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YouTube的時候的製作流程 希望幫助到你製作出屬於你自己的YouTube影片 聽到你會厚了 質感亦都會提高了 但其實最重要是我們可以把這些效果設定在一個 preset 那就是把它按Safe Effect Preset 然後打個名字 那我通常就會以我用什麼麥克風來錄 例如今次就是一個Wild Let's Go 的In Door 那我把它設定在一個 preset之後 那我就把它Safe 了 下一次當我們要用的時候 只需要把剛剛製作的這個Effect 拉到我們的Clip 上就完成了 那這段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下一次可以錄到一條更好的聲音 如果這條影片對你有用的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吧 Bye